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记事 各位朋友 阿弥陀佛 欢迎大家来到 加拿大战山空中法坛 今天的子题是 如何领悟法华经的境界 我们在 在吉堂课以前 有讲过 开悟的令言 重复的法华 法华经在佛教里面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 这用这个音缘 来供大家 讲一讲这个法华经 它的境界是什么 它里面讲什么内容 我也希望 在这十二堂课里面 每次跟大家 分享 法华经里面的 意境 跟道理 释述 释迦摩尼佛 它为了 产明大众 佛教的妙艺 常常善用 这个疲语 来 演讲 佛法 佛在 《妙华良华经》里面 用 七种 疲语 帮助弟子们 理解 甚深 唯妙的佛法 把很仇向的理论 还有那种意境 把它形象化 这样就有变于初学者 去感受 去体悟 那么在法华经里面 最出名的就是有 法华七域 那七域呢 第一叫 活宅裔 第二叫穷子裕 第三叫药草裕 第四叫化成裕 第五呢 叫一诸裕 第六叫济诸裕 第七呢 叫一子裕 我们从下一讲开始 诸一的 以大家 来讲解 今天 先跟大家介绍 这部影响佛教 两千多年的大乘经典 《妙华良华经》 首先 第一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妙华良华经》 这个翻译的情况 这个《妙华良华经》呢 就是我们现在保存下来有三个版本 全文总共有七卷 二十八品 《妙华良华师大师》在公元四百零六年 从梵文翻译成中文 在《妙华师大师》翻译这部经典之前 大概一百二十年 就有一位叫《妙华师大师》翻译之后 一百九十五年 《妙华师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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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华师大师》的翻译 名为《天品妙华良华经》 七将二十七品 那么刚才提到这三种翻译 现在都保存完好 都可以查得到的 从历代以来 流传最广的译本 都是依《妙华师大师》 所翻译的译本 有多学者认为 《妙华良华经》有六个译本 但是另外三个译本 现在已经没有流传了 我们也见不到 这是有关于《妙华良华经》 翻译的情况 那么第二 我介绍一下《妙华经》的中心思想 就是它的宗旨 这部经的宗旨是什么 《妙华良华经》 主要是说明三秤 是释迦牟尼佛 全巧方便的说法 释迦牟尼佛 想要说的 最重要是 一秤真实的道理 也就是说 福的本怀 它所要表达是这一秤福法 什么叫三秤呢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僧文秤 圆节秤 菩萨秤 僧文秤呢 它是通过悟这个苦极密道 四地 我开悟的 圆节秤 那么是通过修十二因缘 开悟的 菩萨秤就是修四摄六度 那么这神都是释迦牟尼佛随缘度众 应急说法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说身文秤 有时候说圆节秤 有时候说菩萨秤 这层教导都是 释迦牟尼佛全巧方便的说法 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引导众生 归一符秤 希望大家都一起重复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修行到最后的终点站 就是重复 重复才是我们修正最高的目标 也是最究竟圆满的一个果位 所以我们通常讲说要正得无善正等正觉 那就是福的果位 在《面华两万经方便品》里面讲到 福以一大势因缘 出现一势 所以福为什么会 实际上在这个修复世界呢 它有一大势因缘 什么因缘呢 就是意令众生开示 悟日福之之见 也就是要帮助我们这层众生 开大智慧 明白什么是佛的正直正见 《妙华两万经》呢 整部经它的宗旨和意义就是要 开佛的知见 是佛的知见 物佛的知见 到最后日物佛的知见 这个是《妙华两万经》它的宗旨所在 就是要我们有 要既备有福的正直正见 那那修行才不会迷 才不会偏差 那我讲第三点 我来讲一讲 这个已经开悟的六祖慧能大师 它是怎么样来看待法华经 它是怎么样来理解法华经的意境 如果你们读过六祖谈经 我相信你们就知道 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既有趣 那么亦有深度 我们从六祖慧能大师 跟他的学生的对话 从中可以读到一种启示 也可以从侧面的去领悟 《妙华两万经》 它的意境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正确的 去受识《妙华两万经》 在《六祖谈经》里面记载 有一位常诗叫法达 他很喜欢法华经 他常常送这个法华经 他送了多少遍呢 送了三千遍法华经 虽然他每天都在送 但是他不懂法华经的宗旨是什么 最后被六祖大师点破之后 当下开悟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福经里面的一个故事 能够启迪我们的智慧 我们一起来听听六祖大师 是怎么样让法达禅师开悟的 第一 六祖大师破除这个法达 他这种供高我慢心 什么意思呢 这位法达比丘 比丘就出家人了 他从小就出家 七岁就出家了 常常诵念《妙华两万经》 有一天他就特别去见这个六祖徽能大师 向他礼拜 那么他礼拜的时候 通常我们正常讲的五体投地 你投你一定要落地才可以 要碰到这个地 但是他投气不足地 所以六祖不让贺彻他说 说顶礼头不足地 与不顶礼有什么不同呢 他说你心中一定有什么东西 把你障碍住了 然后六祖大师问他 你究竟是修什么法门呢 法达就说 说我念诵《妙法梁华经》 已经有三千多部了 他的意思要表明 他很用功修行 每天诵经《妙华两万经》里面有 七卷二十八品 念到三千部 那是很了不得 所以他显示他的用功修行 六祖大师就说 如果你念到一万遍 能领悟经中的大义 我不觉得自己胜过别人 你就可以跟我平起平坐 你现在仅以诵经三千部 我供高我慢 不知道自己的过失 你现在要静下心来 好好地听我说 所以六祖大师就开示他 说福教的顶礼 本来就是为了断除修行之中的 供高我慢心 你为什么在顶礼时头不着地 你要知道如果你心中存有这个供高我慢的心 那么过整过样的这个罪业就会随之我生起来 六祖大师告诉他 说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了无求功之念 才能够获得无量的福德 就是我们在修行在诵经 我们要悟到无求功的这个正知正见 这个正念 那你才能够获得无量的福德 第二六祖慧能大师 他就这样说 诵经不达意 唱破喉咙亦枉然 就是说你在诵经 如果你不随闻入观 不了解你现在诵的这个经的本意是什么 福的本怀是什么 那么即使你活得念哑了 也是枉然 也没有真正的得到伏法的利益 所以六祖大师就问他 说你叫什么名字 法达说我叫法达 六祖就说 说你的名字叫法达 合成通达妙法 你每天精进诵经 从来没有间断 这只是随着声音 空在口头送念 大家要记着 六祖大师说 虽然说你每天都在念 随着这个声音 但是空在口头送念 说明说你在念经的时候 你没有随闻日光 你没有好好的去体悟 经里面的宗旨是什么 他说必须心中明白经义 才能够称得上是菩萨 就是你在心中要明白 你现在诵的是什么经 讲的是什么道理 六祖大师说 他说今天和你有做一段姻缘 所以我现在为你开示法义 六祖大师很慈悲 就告诉他 只要信佛本来就是无言说法 妙法良法自然从口发 这句常语讲得太好了 大家好听 我再念一遍 只要信佛本来就是无言说法 就是我们要相信 佛所说的法都是全巧方便度怕众生 凡是佛所说出来的这个法 你不能去执着它 执着它就不是佛法 这就是释迦牟们讲说 说法四十九年无一法可说 我中日度众生 无一众生可度啊 就是怕众生执着佛所说的话 当成是实实在在的真理 或者是实实在在的佛法 那就错了 因为佛法只能是意会不能原说 因为佛所说的法都是应急所教 在不同的地方 遇到不同的众生 它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化 这个叫有教无内 所以真正的佛法只能意会 你要去体正 用嘴巴说出来的 那都不是真正的佛法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 我们修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 我们现在看了金刚经 看了地战经 看了妙华莲华经 我们看这个经 要把这个经当成如子子月 经的道理要你自己去体悟 要自己去修 要去证 那这才是佛法的真理 现在我就六字大师开导法达 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诵经要答义 你诵经不答义 你念多少经的话 那么只能是给你正义上根 你得到利益是很有限的 那么第三点 法达 听到六字会论大师这样一讲以后 他知道他错了 他愿意改过 愿意听右走会论大师开寺 他觉得会论大师讲得有道理 所以法达听完开寺之后 就像六字忏悔谢罪 他说我很惭愧 从今以后一定要千禧恭敬 他说 帝子虽然送此妙华良华经 却不了解经中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心中常常充有疑惑 法达这个时候 法达这个时候就请教六字会论大师 他说和善的智慧深广不大 请你简单地为我讲经中的义礼 六字大师就说 说法达 福法本来就很通达 是你自心不能通达 六字又说了 说经义本来无可疑问 是你自心起来疑惑 这两句话的常译 真的是耐人行为 这个经义没有疑问 那么因为行者自心起疑惑了 你才不明白 丘子大师还说 他说你送这部法华经 知道它以什么为中趣吗 法达就说 说弟子根性一吨 平时只依经文送念 根本不明白这部经 是以什么为中趣 所以我们讲第四点 六字会论大师很慈悲 明示法法经的中趣是什么 六字大师就说 说我可以跟你讲 但是我不失智 你把那个经文给我看 我看不懂 你去拿那个经文 读一遍给我听 我听了以后 我就可以明白里面的中指是什么 那么我就可以跟你讲解 法华经的中指是什么 以色谈法达就高松 诵念 法华经的经文 念到第二件第三品的 辟语品 六者就说 停 他说我知道 这部经原来是以福为一大事因缘 出现一事 为中 即使说了再多的评语 也不会超越这个中指 什么是因缘呢 经中说 知佛 世尊 都只为一大事因缘 所以 出现一事件 释迦牟尼为什么降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 就是以一大事因缘 所谓的一大事 就是佛的正知正见 佛为什么降神到这个人将来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佛的正知正见 唯有你有正知正见你才不会迷惑 你才不会有烦恼 你才不会有痛苦 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自在 第四大事说 世间的人 不是向外迷惑 执着一切向 就是心内迷惑 执着一空 我们人的众神最大的问题 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向外去执着 把外在的假象当成是一个真的 去封闭 去计较 所以执着一切向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心内迷惑 执着于空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有的执着于有 是错的 但是如果你执着于空 也是错的 在这个天台中里面讲 叫要非有非空 即有即空 空有不握 那你才是真正对一切法完全的通达明白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知道外在的假象是有的是错的 你知道外在的一切向是空的也是错的 这个不能走两个极端 佛教讲的是缘起信空 缘起没有离开信空 信空也没有离开缘起 所以空有不握 所以我们要远离外在的一些向 我们也不要执着空 这就是内外不执不迷 如果悟得这个法门 在一念之间 这个心地自然而然 何然开朗 这就是开辅之见 什么叫开辅之见 就是你能够对世界一切的向 不要去执着有 但是也不要去执着空 悟到非空非有 你就见到如来 这个时候就开辅之见 意思是说我们若能看明白外在的假象 内心又不足着假象的空性 才是福的正知正见 六者说福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是福的意思呢 我们常常讲佛 佛陀 佛就是九 这是六十大师讲的 六十大师对佛下一个定义 佛者九也 就是九 那么九有四个重次 第一个是令众生开启九的之间 第一步是要让众生开启九的之间 第二为众生指示九的之间 一个是开启第二是指示 第三令众生体悟九的之间 到第三个重次要体悟 要去感受去修正 第一是令众生契入九的之间 所以九的之间你要去 契入到之间才可以 你光检是没用 光知道也没用 要到最后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要契入九的之间 如果在听闻开释时 不要能体悟契入 就是九的之间 就是我们在听法的当下 你能够体悟契入 这就是九的之间 这就是为什么六子会论大师 听到金刚经里面 运无所住 我生其心 他开悟了 这就是契入九的之间 让本来既有的真性 都可以想象出来 六子大师说 告诉这个法大师 你要特别注意 不要用错误的之间 来解释经意 你要用福的之间 来解释经意 不能用错误的之间 来解释经意 不要看到经上说 开释误日 就误以为那是自然的 是福的之间 跟我们这身防福 没有缘分 他说 如果你误作这样的见解的话 就是诽谤佛经 诋毁佛陀 六子大师说 他既然是佛了 已经就有福的之间了 何必还要再去开福之间呢 你现在应当坚信 所谓福的之间 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的心 心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福了 这个讲得非常好 所以福的之间在哪里 在你自己的心 心之外 没有其他的福了 这福在你心中 福没有离开你心 因为一切众生自己 障蔽了光明的心性 贪着的成劳的境界 我们的心常常 向外攀缘 我内心生起的妄想风扰 所以自己愿意受成劳的奴役 每天都是被外在的 摄身相未出发牵着鼻子走 所以才要劳动大久佛陀 从正定中吃相一事 苦口婆心地来宣说 种种方便法门 让我们众生 能够断持过分的贪爱 以及各种妄想和执着 不要向心外去万求所有的东西 这样的境界就和一切知福的境界 没有差别 所以说是开佛之间 所以开佛之间不是向外去追求 去封闭 去妄想 我是要向内去行命 向自行里面 去发现你本有的清净心 本有的福心 我们上一次也讲到 智慧从哪里来 智慧从定中过来 所以我们需要禅定 有了禅定以后 我们才有大智慧 来发现我们本有的福心 六子大师第五点 他开示法大 他说为何普通人 开启不了福的知见 问题在哪里 六子大师说 说我常常向很多人 要在自己心中开启福的知见 但是世间人 就是我们世间的人 心地不正 一昧迷惑 一时就造了种种罪业 他说口里面虽然说得都很好听 但心里面怀着种种的握念 贪度无厌 动不动 这个发脾气 嫉妒人家 嫉妒人家 宫搞我漫 喜欢找别人的麻烦 损害别人的东西 他说这就是自己开启的众生的知见 不是福的知见 六子大师讲说 什么是福的知见 如果能端正心念 时常生起智慧 光照自己的心性 不照卧业 不但不照卧业 还能够行一切的善 这就是自己开启福的知见 这样福的知见 光众生的知见 就在你的心适合清静 适合行善 这是关键 他说你必须念念在开启福的知见上 千万不要自己开启众生的知见 所以这个心念很重要 一念之差 那么你就是凡福众生 一念之久物 那你就是福 如果能够开启福的知见 就是福出世间 如果你开启的是众生的知见 就是含在众生的世间里 受苦受难 你如果执着念诵法华经的文字 就以为这就是功课 六子大师说 对不起 这就是错的 这就不是真正的来受持妙法梁华经 所以诵妙法梁华经 不仅是在念诵 同时你要明白道理 那么第六点 六子大师开启法达说 不但要口诵经文 还要心形其意 就是我们在慈圣福经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尝尝口诵福经 要保持我们这个口语清净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心 按照这个福经里面的毅力 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 这样才能够夺到 福法的真正智慧 法达听完六子大师的开启后 他不解的问 他说按照 大师你这样的讲法 只要能理解经义就好了 那就可以不必送经了吗 六子大师说 你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 福经的本身有什么过失呢 难道障碍了你的送念吗 六子大师说 你要知道 执迷和觉悟在于个人 受损或得意都在于你自己 口诵经文 我心能行其意 就是能够转经 口诵经文 我心不行其意 就是被经文所转 讲得太好了 迷以悟就在于个人观念上 跟福经没有关系 福经的真理 反而如是 如如不动 不生不命 六子大师说 你好好听我讲 心如果执迷不悟 就会被法华经所转 心如果凝悟了 就能转法华经 他说 诵经虽然红酒 但不明白经中的道理 以真理背道我持 永远欺悟不到福的正直正见 所以迷悟就在一念之间 无所直念 所念的是正 有所直念 所念的是邪 所以邪跟正就在一念之间 六子会的大师说 不论有或是无都不执着 我们修学佛法的人 有不能执着 无也不能执着 大家要记得 也就是说 有不能执着 空也不能执着 一样的道理 这样才能够 永远驾驭大白牛丑 这个大白牛丑 在《妙华两丸经》里面 就是疲力从浮蹭 就是最高的境界 的浮道 其实叫驾驭大白牛丑 那你才是真正的在行福的道 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脱 那么第七点 法达听到六子大师开示以后 当下开大悟 惑然开朗 华达听到六子大师这番精彩的开示以后 这个时候把以前那个不明白了 当下明白了 惑然开朗 于是对六子大师说 说 法达从过去以来 确实未曾转法华经 我是被法华经所转 大家能听到这两句话吗 迷的时候是被法华经所转 那么你当你有一天 你误乱以后 你能够转法华经 我可以举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听 就像我们开车 你不会开车 那你是被车子开了 你能够掌握这个开车 那你是在开车 是车在开你 还是你在开车 如果你真正把福华修好了 有大智慧了 那你就是坐在车上 你在开车 你能够控制这个车 你就是车的主人 你不会开车的人 那你就是被车手开了 福法妙就妙在这里 法达又再请问六子大师说 经上说一切大声文 大声文就是修苦极密道是圣地的圣者 乃至于菩萨 菩萨就是修六波罗密的菩萨 即使洁净思虑 共同测度 也不能测知佛陀的智慧 他说现在只让防福众生 用自己的这个觉悟 去了解自己的这个心性 就说是福的支架 如果不是善等根性的人 就会生起疑惑和毁谤 法达还说 他说在经里面讲 就是《妙华梁文经》里面讲 说有三车 有阳车 路车 牛车 以大白牛车 究竟要怎么样来欺悲呢 其愿和尚再次慈悲开示 六子大师说 福经的道理 本来就说得很清楚 是你自己执迷不悟 而以之相违背而已 他说身为原觉菩萨三秤行者 之所以不能测知佛陀 他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他们用这种度量 就是去测量 如果任凭他们会尽心思 一起去吹测 去判断 那只有增加他的什么 以福字的距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要去测度福的境界 不是用你的封背心 你的这个 仿佛的这个思想概念 去测度福的这个境界 是要你要证悟到福道以后 你去你才能够明白 佛的境界是什么 所以佛与佛之间的境界 唯有你成佛以后 你才能够证知 或者呢 你若用分别 用思维 用这种吹测的心态 那么你的智慧 功夫的智慧是越来越遥远 就没办法走到 同一个点上去 佛法本来是为不觉得反复 方便的说法 并不是为佛我说的 如果不肯相信这个道理 那就 你没办法去接受 佛法这种不可适应的境界 这是六指会的大师说 所以六指会的大师说 如果你不明白 这个福的这种境界的道理 那么你是没办法接受的 他举个例子说 在这个法华会上 有五千个退息 五千个阿罗汉 他听到这个妙华梁王经 这个福的境界 他们没办法接受 太难太难了 他们就退息了 在六指会的大师讲了 说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那么你退息也没办法 所以法华会上有五千比丘 听不明白法华经的 大乘妙流退息 所以大乘 这个妙华梁王经讲的 这个一乘福法 这个道理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接受的 都能够领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重要的是 他不明白这个一乎秤的这种境界 这一乎秤的就是 从佛话里面讲 当下你就是佛 你现在久悟了 你就是佛 对 你就不需要去一层一层修 你当下及时 六指会的大师讲了 就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那么你就不用再去找 阳戳 路戳 牛戳 山车 这三车是在《妙华梁经》的一个匹役 叫匹役 身为圆觉菩萨 所以在《妙华梁经》里面 就说阳戳 路戳 牛戳 山车 他说 何况经文明白的 像你说 毕竟只有一幅秤 所以上面讲的 身为圆觉菩萨 那都是一个过渡 都是一个方便 都是一个全巧说法 释迦牟梁佛真正要讲的幅 就讲一幅秤 他说 离开了一幅秤 没有其他的秤可说 没有二秤 也没有三秤 乃至说 无数的方便法门 以及种种因缘 疲异 等等的延迟 这身法 全都是为了一幅秤 我说的 所以释迦牟梁 目的就是在讲一幅秤 其他都是方便 六轴会论大师告诉法达 说你要懂得去了解 明白体悟 他说 阳戳 路戳 牛戳 山戳 都是佛所说的三层方便法 是为当时众生迷失实现 我失色的 拳脚方便的教法 他说大白牛戳 是佛真实说的一秤实现的法 是为令众生 修持成熟 我开想的实教 他说这只不过是叫你去除三层方便的假名 而归至一层实现的实教 大家好好听 三层是为了要你最后正日一辅称 我讲的 那么三层方便的假名 最后归至一层实现的实教 一旦归至实教之后 就没有所谓的实教了 所以当你正悟到福道的时候 福道也没有了 当你归至实教之后 实教也不可得 就是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福法非福法 顾名福法也 要知道所有的珍贵的财物 全部都随你所有 这是六指大师说 任由你自己去受用 更不做福陀慈父想 也不做众生穷子想 更没有所谓的受用财宝想 这才叫真正的在慈圣法华经 六指大师讲的这层道理 是根据法华经里面的脾翼 它里面的道理 针对这个道理来讲的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穷主义 那么他就说 你真正的悟到 法华经里面的道理 那么所有一切都没有差别 所讲的都是义辅称 这才是真正的来持诵法华经 他说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好像从无恋节以前 到无恋节之后 手中并没有放下经卷 从白天到黑夜 无时不时在持诵妙法梁华经 六指慧能大师 这段开示太精彩了 大家好好去参悟 从里面可以误导很多 很妙的道理在里面 法达 这个时候 摩寿六指大师开示 启迪智慧 非常的高兴 太兴奋了 非常感动 然后赞叹 六指大师说 说我念诵了 《妙法梁华经》 已经三千遍 在朝西六指大师的一句话 全部都放下了执着 悟到了其中奥妙的真理 法达明白到了 如果修行人不明了 诸佛出世的因缘宗旨 他说怎么能够悉明 旅节以来的希望丰贝心呢 所以法达说 阳戳 路戳 牛戳 这三戳都是全巧失色 出尊后三善都是依次发言 他说谁能知道火宅内的众生 原来遗物之后即是法中丸 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妙法梁华经》里面有 这个火宅玉 火宅里面的众生 它是原来遗物之后即是法中丸 也就是说里面的人 每个人都本迹福兴 都能成佛 都没有高低的差别 慧良大师听到法达这番话之后 他非常高兴 他说好极了 你终于明白了 诵经的意义了 从今以后 你可以被称为什么 真正诵经的出家人了 法达从此领悟到 深奥妙礼的道理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精进用功 同时也没有停止他 诵法华经的功课 大家要记得 以前诵法华经 现在开文以后 精进用功依然诵法华经 大家好好听 不是说他开文以后 法华经就不诵了 这个诵法华经 是我们每一个人 修行的功课 最重要是你懂不懂道理 能不能随闻日贯 法华经本身没有好没有坏 最重要是你的心 能不能去体悟 我们通过法达禅师 以六者大师的对话 有三种感悟 第一是 求法者必须要恒切自成 不能有供高我慢心 一个人有供高我慢心的话 他就没办法去接受到 浮法的妙意 因为他就有东西障碍住 就像我们倒茶一样 茶杯里面有水 那再倒的这个茶 那么多会流失掉 我们要把这个茶杯里面的东西 全部把进空 然后再来泡茶 浮法也是一样的道理 第二呢 要明白法无高下 没有大秤小秤之分 重点在于你自己的领悟力 这个领悟力非常重要 你的领悟是小秤 那你觉得你是小秤 你领悟是大秤 那你就是大秤 第三诵经就要答义 更要怎么样 知行合一 才能够弃入福的知见 我们刚才不是讲 妙华莲华经的宗旨是 开示误日福的知见 你要怎么样 开示误日福的知见 那么你就是要 知行合一 就是你的智慧 要有福的智慧 那么你的行为 要像福一样 你才能够真正 去住福的知见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与大家风险到这里 那么下一个环节 是提问题 我们现在的回答 上一个星期 有一声同学提出的问题 这声问题很有趣 我再次给大家回应一下 第一个问题有一个叫悟名 他说 学佛需要勤修界定慧 要僵持打坐禅修 请教师父 怎么样知道自己打坐 是不是日静 是不是日静 还是日定 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静跟静 它是不一样的 静它是一个像 静 那它是一种境界 所以我们日静很容易 我这个心里面刚开始很烦躁 现在我心很静了 日静了 但是日定不容易 所以定跟静是不同的 那么第二个同学 他说 我的楼上的这个住户 每天都在敲地板 每天我听到 东东的敲地板的声音 敲得我脑袋痛 他说说了一次不管用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修缠 这个问题是一个 要靠智慧的一个问题 因为佛教里面讲说 首先我们要问自己 我能不能改变环境 如果能改变环境就更好 但是改变不了环境 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你要调整你的这个思路 也就是说 楼上那个人在敲地板 那么是一个什么情况 首先你要知道是什么情况 然后你觉得 不能改变他们的话 那要改变你自己 也就是说你禅修的话 你不要就在敲地板那个时候禅修 因为他不可能24个小时 都在敲地板 所以你要找一个 清静的时间来禅修 好 下一个问题 有一个人问了他的师傅 上次讲关于这个戒定会 收了很多戒条 其实很多戒条是不合时宜的 佛教坚持戒条 会不会使得年轻人没兴趣学佛 会阻碍佛教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应该封成两环境来讲 因为从佛话里面讲 有意思是根本的戒条是不能改的 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嗔痴 每个人都有很多习惯 都需要用规矩来规范自己 就像一个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 没有法规 那么这个国家就乱掉了 一个公司也是 这个员工几百人几千人 他也是要一个规矩来维护 那么佛教里面 特别在寺庙 我们的厨家里有多寺庙 有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那么都是靠这个戒力 来让大家能够和平共识 能够多到一种和谐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 叫六合合 那么当然呢 有一种佛教是不适合时宜 就有一种比较轻微的 外表的一种规定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不同 地义也不同 那么当然可以 这适当这个调整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同学 我觉得提得非常好 那么你要懂得 这种根本的戒力 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那种 不是很重要的戒力 那么是可以适当地调整 就像我们加拿大佛教会 战三金色 那么在加拿大这边弘法 那么供在印度的佛教 供在中国的这种传统佛教 有时候也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这个是根据地义不同 文化不一样 也做适当的一个调整 好了 因为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 宣祭在战三空中法谈 风向智慧人生 最后我们做一个回向 把今天网上听经的 简经的功德 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平安吉祥 请大家后掌 跟我一起做回向 愿意持功德 专严福敬土 上报是成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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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